月薪三千 首先买房子不发愁 三千块钱 他说两千块钱 一个月能买一瓶房子 一点都不吃惊 也不夸张 这样的小区 一瓶两千块钱多说 甚至还有一千多一瓶子 买房首先不费劲吧 咱再继续走 看看物价 越走人越多了 小区紧挨着找事 你看这都挺多开车 上早生买菜的 我亲眼见过一个 开宝马X6的 那个一百万左右的车 他还在乘客人买大丛 就往车上搬 你看越有钱 你那约会过日子 这块是盘景市渤海早市 属于盘景市 比较早的一个早市了 物价在整个早市当中 不说最便宜吧 反映差不多 因为这一片物价 整体就算是 在新户台区 就算是便宜的 在远处就是农村 这就前面就是高铁道 高铁桥 也有火车道 属于城市的东边 人真多呀 这是今天早市里头的 这属于早市最里头 我从走个后门 直接到最里头 每个月三千块钱收入 两千块钱买房 剩下一千块钱 在这早市 这是早市 到头都有的 买菜生活 绝对够 还用不完 因为还剩点什么 水电气啥的 不也是比费用吗 什么电话费啥的 绝对够 就这早市买菜 一家一个月五百块钱 我都感觉都够 这都是早上来 是啊 梦想 现在梦想一斤卖啥 别人上前一阵认识人 给个点 这个家种的也长这样 挺好吃 是吧 刚吃完 这是三早市买点 钱一块 好久没上这个早市了 还是早市人家烟火比较旺 物价比较亲民 下来怎么 现在马上点三块钱 这些没有了 你家陆地先的 不要 要不这些 回回都扔 卖去不扔 拿一块钱得了 一块钱的 最低的一块五毛钱的一两 那一块五一两 你要不那一块钱咋压 我都没有压 我几点几钱 你就拿一块钱得了 回回都扔一半 这就是一块 姜豆怎么 两块 要一半行吗 行 来两块钱的 这些两块钱的 就这些得了 行 试试咋吧 这个呢 差哪呀 有点苦啊 和这个试 给我 给土豆咋吗 一块 要点 你家这还过呢 我还一块 真是那句话 大捧乱的四季 现在一年四季 啥都有 今天总体购物体验不错 可能是好久不来的事 看啥都便宜 再买点桃 这块桃刚才看完的 看一圈 基本上就是十元三斤好的 买点好的就撤吧 十元三斤 买完的 正好十块钱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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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